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细思极恐的诡异录像带 写点诡异的故事 脑洞大开的情节 一定会让你今晚的梦境多姿多彩 故事开始 斯文侦探韦德和他的女助理 在调查一桩大学生失踪案 接到线索 俩人来到一栋民宅 确认屋里没人后 韦德用随身携带的翘棍破窗而入 屋里闪着雪花的电视 和用遮光布密封的窗户 韦德意识到这个地方肯定有他想要的线索 他让助理备奉电脑资料并记录一下有用的信息 自己则上楼查看 女助理在拷贝电脑资料的时候 好奇的拿起旁边一盘录像带放入录像机中 第一个故事就此展开 玛丽克和他的未婚妻里娜 还有两个好朋友塔特和杰尼 首要采访印尼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教派创始人 调完所有设备后 来到咖啡厅 他们见到了创始人穆卡多 穆卡多侃侃阿坛 给他们介绍着自己的信仰 期间玛丽克不时打断提出几个刁钻的问题 塔特为了抓拍穆卡多面部特写 摄像机都快怼到了他的脸上 这些年轻人不禁的举动 让他心里产生一丝不悦 这时玛丽克的女友丽娜有所察觉 便拉起了玛丽克的手 示意让他来 丽娜刚说几句 穆卡多打量了一下他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便邀请他们去教会实地了解一下 在那接着聊 很快几人来到门口卸下装备 女主人出来迎接他们 简单的介绍后 女主人让自己的女儿送给了丽娜 一个带有他们标志的项链 寄人随即进屋 在入口处 杰尼取景时调侃了一下 那个不怎么好看的标志 丽娜也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古怪 把项链摘下地给了玛丽克 玛丽克顺手扔给了杰尼 杰尼一脚踢开 来到教会 女主人一边带他们参观 一边给他们介绍 玛丽克依旧不以为然地直指点点 提出各种问题 女主人一边回答 一边把他们带到了木卡多的办公室 杰尼在给木卡多装麦克风时 发现了他身上的血迹 并把这个发现悄悄地告诉了玛丽克 几个人刚要开始 丽娜接连作呕 在询问了洗手间的方向之后 塔特不放心地跟了过去 木卡多强忍不悦 采访正式开始 回到主场 他更是盛气凌人 他并不想和玛丽克探讨 洗脑式地宣讲着自己的信仰 就在木卡多讲得起劲时 杰尼毫无礼貌地打断了他们 告诉玛丽克说相机快没电了 此时木卡多也不再遮掩自己的厌恶 看着对面的杰尼心想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创死人 玛丽克回到车上取电池时 发现监视器上 丽娜和他人在争吵着什么 他马上拿起绿色的耳机带到了头上 听才知道 原来跟丽娜争吵的不是别人 这是他的好兄弟塔特 丽娜说他怀孕了 孩子不是玛丽克的 塔特听完懊恼不已 突然想起他胸口还装有一个扭扣摄像机 急忙遮住 遮掠了一番后 丽娜说不用你管 我去给玛丽克解释 此时屋内木卡多看了下表 似乎到什么时间了 他拿起话筒开始广播 念着古怪的经文 此时的杰尼还想打断他 木卡多受够了 拿起美工刀 示意他闭嘴 听到广播 教室里的老师开始给孩子发放饮料 塔特听到旁边的屋里有动静便去查看 掀起蒙帘时 他发现手术台躺着一个用妇 揭开后 他整个人吓傻了 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 再念完最后一句 木卡多脱掉了上衣不向杰克 这一切看似来的突然 其实全部都在木卡多的计划中 丽娜来到教室 询问发生了什么 女主人带着一帮人就把她给带走了 塔特送着丽娜的呼叫声来到教室 才发现老师和学生都已经自杀了 沉浸在愤怒和痛苦中的玛丽克 听到屋内的呼叫 马上冲了进去 来到大厅 他发现所有人站着不动 嘴里念念有词 念完之后 所有人也自杀了 念先的一切让他震惊不已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几人制服了 塔特送着玛丽克的呼叫跑了过去 发现他已经被人绑了起来 玛丽克让他别管自己 快去救丽娜 说完便被爆了头 最后那个白衣男子也自杀了 塔特彻底懵了 一个小时前 他们还在咖啡厅 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奉斗着 现在眼前发生的一切 让他已经不能正常思考 这时丽娜的呼叫声叫醒了他 当他追了过去 才发现自己被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傻了 整个人瘫软在地 他咬了咬手指鼓起勇气 抄起一个铁供 刚准备追过去 一声爆炸 似乎一切已经结束 一个小怪物从房顶跑了出去 他冲进屋里去找丽娜 才发现一切为时一晚 魔王诞生了 原来这一切都在为这场仪式做准备 之前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女人 因为某种原因失败了 才临时决定用正好怀孕的丽娜来完成 本来只是想让他们 把这个伟大的仪式记录下来 没想到因为两个人的背叛 但丽娜正好怀孕 这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 毁尸已晚 塔特用自己最后残葱的意识 拼命地往处跑 此时警报声响起 他才发现 所有自杀的人都诡异地复活了 好不如逃到车上 刚开出不远 魔王追了过来 顺然车后 他在车顶看着绝望的塔特 叫了声爸爸 他在车顶看着绝望的丽娜 他在车顶看着绝望的丽娜 他在车顶看着绝望的丽娜